好,像這個效果就裁切一下 因為要拍那麼大一個不好拍 我只要拍一個,只要拍 像這樣有沒有,稍微處理過 可以嗎? 像這樣子玩 這樣就很快 所以說,其實像我這邊 還有很多其他的,像這個裡面的話 我看一下,這裡不知道有沒有 像這個有沒有 八八一天一張刀 我們稍微處理一下是不是就不一樣的感覺 那還有很多,還有很多 那這個,像這個啦 今天我們也會介紹到這個 像這樣子啊,稍微處理一下有沒有 把它組合起來,你就會覺得比較豐富熱鬧一點 不會是好像只有看相簿一張一張看 好,那這就是我們要介紹的像這個像邊框的功能 那麼你從上面這邊來 從這邊來 輕鬆邊框是比較簡單的 就比較簡單的 那麼我們在這裡的話呢 你進來之後 其實我最常用到的就是這一種而已 叫做相片白邊 各位老師不知道有沒有一個印象 以前洗照片有的照相可能會洗白邊 我們現在洗劇通通都是滿版的嘛 就整張的 那現在會有 以前會有白邊 那就是那個效果 好,那個效果 所以您就直接確定的話 它就是一個白邊 這很單純的 好,所以這個應該不太有問題 那麼您進到下面這邊來 可能您在有些 那個什麼 照片處理有的它是像這樣 旁邊變暗 這也是一種 那另外還有的 可能就是 您可能也許會看過這一種 就是 它在旁邊好像有一張紙的那種效果 所以你可以發現 輕鬆邊框都是很單純的 好,都是很單純的 那這個我這樣帶過就好 那麼 我們比較常用 可能說是什麼 叫做花樣邊框 既然叫花樣邊框 你就知道它一定比較 多東西一點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面 我有加料的主要就是都在這邊啦 因為它原本 如果您到它的官方網站下載 都是比較原始 當然它網站上有提供很多 好 那我只是把一部分 我看到覺得比較喜歡帶起來 比如說像剛剛這一張 不一樣了 對嗎 點下去 那各位老師您有做什麼事情嗎 沒有 選對軟體而已 可以嗎 不要開玩笑 就是說其實 找到 因為現在人都不太 時間不太多嘛 所以你只要會點就好啦 你看 沒點一張 感覺是不是就不一樣 對不對 一樣是同一張 可是你套的東西不同 是不是效果的感覺就不一樣了 所以 這裡面 就是有很多 您可以去試看 那 您現在看到的 這個叫做什麼 我的最愛 也就是我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 也就是我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 嘿 那 當您認為裡面有你要的 比如說 十二生肖 這個我覺得還好 我找另外的 狗的 前一陣子不是有流行那個 大頭狗嗎 對不對 這裡就有 比如說這隻比較可愛 有沒有 假設你要它 按右鍵 加到的 下次就不用進來這邊 就在外面就找到 這樣OK 嘿 那就給老師試看看 因為我相信每個人做出來都不一樣 那 您不管要哪一個 假設我現在找一個比較簡單的 大家都有的 就是比如說像這種 有沒有 選一個角落的 那 有時候您這個加完了 你看它有的地方 是會留給你有打字用 對不對 就做主題說明啊 所以我們來看它字的部分怎麼做 好 我先選一個 好 您待會兒也先選一個 然後呢 到這邊 打字怎麼打 從這邊來 工具裡面 有兩種打字的方法 一個叫文字標籤 一個叫什麼 自由文字與圖層 那顧名思義 自由文字當然就是可以自由移動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 它看不到我們剛剛看的 ESIF那個資訊 我們剛剛不是有數位相機什麼時候拍的啦 日期時間啊 光圈快門啊 那些它找不到 所以平常我反而比較常用文字標籤 我們先來看文字標籤 好 好 您點進來之後您可以發現 文字標籤上面它最多可以加五個標籤進來 那每一個你可以設不同的字 然後不同顏色大小 那我先從這邊 先從這邊 你有看到那個舊的 就是我 原本打的最後一次的齁 那比如說這個 像是處理一張對不對 如果你有一次出去玩有很多張怎麼辦 要打很多次耶 所以它有一個批次處理的方法 批次處理 那您可以從這邊工具裡面 有一個叫做 呃不是 到檔案裡面齁 有一個叫做批處理 那您做了批處理 你只要告訴它那個檔案在哪裡 就可以處理完 那原則上只有三個步驟 老師有沒有看過那個妙兒書 起碼小朋友都會比較注意這種 妙兒書以前不是廣告 一二三 請給我 哈哈哈哈 三個步驟就做了啊 嘿 所以第一個動作 請老師告訴他你的照片在哪裡 那麼 我照片在哪邊呢 我有幫老師準備一個那個什麼 大盆管治理對不對 為什麼你要放原尺寸的 可能老師以後 欸處理好照片的 我要放在網路上 當作網頁相簿啊 那這個網頁相簿 你總不可能放原尺寸的啊 原尺寸那麼大沒有用啊 通常要縮小 那你要放到網路上差不多啦 因為現在螢幕比較大一點點嘛 一般你差不多500 寬度500 或者到800應該就緊繃了啦 寬度的部分啊 你要操作這個 第一個檔案比較大 第二個人家在看的時候 可能要捲洞 就比較不方便看 所以通常我大概說用500或800 那我們來看看齁 我先把照片找進來 通常我們把照片整理在一個目錄裡面 所以我用這個 直接找目錄比較快 如果你要一張一張加 我也不反對啦 這個是增加 那我先找目錄齁 好 點一下之後我們選那個資料夾在哪裡 以我的來說 我已經放在這邊了 練習圖長裡面的這個 這個就好了 因為裡面大概 你看有沒有自動抓進來了 好抓進來之後 你接著第一個動作告訴他 你要處理什麼 要處理什麼 他內建已經有幾個了 我先把它通通拿掉 你點到他按減號 都把它減掉 好我們先來加號 從上面這個加號來 我第一個 我要不要縮放尺寸 要 所以我按一個增加 它就跑進來了 好 那我再找 我們剛剛不是有用過的叫反轉片嗎 你也可以用一下 那因為這個是叫自動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好設定了 反正就是它自動幫你調整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希望加上花樣邊框有沒有 我已經要加上花樣邊框 然後我還要加文字簽名 這樣就可以了 大概這四個動作 好那如果都加完 你就按完成 可是我剛剛選完了 我有沒有告訴他縮放尺寸要多少 沒有 所以這時候請你看右手邊啊 你就找他相對應的 縮放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縮放 看錯地方 然後製造的方法沒有 但是花樣邊框這裡有 你看這裡有花樣邊框有沒有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簽名 所以說 現在我們就來一一設定一下 好縮放 對順便給各位看一下 他現在會出現這個註冊的訊息提醒你 告訴你說如果你有註冊的話 欸 就可以繼續用 其實我們沒有註冊也可以用 只是說他沒有註冊的話 他一段時間會提醒你這樣子 他還是自由 就是免費軟體 還是免費軟體 那他現在這版本呢 是處理大概 第四章以後 他會在上面有浮水印 第四章 但是你關掉再打開還是一樣可以用 就是你只要處理 連續處理第四章 超過三章 那如果你用 我們現在用這批式處理有沒有 就不在此限制 批式處理你要用多少張就隨便 OK 那這是給各位參考 當然他註冊費也很便宜啦 註冊費 台灣比較貴 台灣是320塊吧 用多久 用一輩子 就看老師啦 你如果要註冊就註冊 不註冊也沒關係 這個不是盜版 這不是盜版 這是合法使用 好 OK 那我就先點說法 我就告訴他我要的 那麼因為有的人會有什麼 長邊短邊 就是直拍橫拍嘛 所以其實他裡面啊 如果說 您在這裡面 他有一個叫做自動轉 旋轉的功能 如果你是橫 直拍 他就自動幫你轉過來 橫 直拍 對他自動幫你轉過來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先用 通常我還是稍微分開啦 直的跟直的就直的處理 橫的就橫的處理 這樣比較不會有出齊這樣子 好 所以我就說放 那你可以選擇叫場那邊 因為從這邊也可以去自由判斷 叫場那邊好 我就變成500好了 然後我按確定 那麼 花樣邊框 我們就找花樣邊框 你就選你要哪一個 假設我就用剛剛那一個 好 確定 簽名文字 你就找簽名文字 那他會記住你最後一次打的 所以為什麼剛剛打完 我按確定 因為這樣我就不用再打一次 那 OK 所以這樣就好了 您不用特別去點他再來選 你反正我就你就直接選有相對應的就好了 如果沒有問題最後就怎麼樣 輸出 你就告訴他你要放到哪裡去 好 這是第三個步驟 那這裡的話呢 一般我都會用指定路徑 也就是說我先來我們這邊 比如說我在這裡 我先新增個資料夾 那我再來把它選擇說我要輸出到那邊 因為軟體的預設值是應該是第一個 就是你照片在那裡我就放在原來的目錄下 但是這樣我覺得會比較亂 所以通常我是把它放到別的地方 那直接按確定 我們就可以去喝咖啡了 就換他做啦 換各位做的 嘿嘿瓦莉亞 做完之後就會像這樣子 那我按確認 他關起來了 那我先來這邊找給老師您看一下囉 您可以發現 有沒有每一張都做完了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快 你看那個日期因為都是同一天啊 所以所以沒差 所以沒差 但是如果你不同天他這邊就直接換 只有你打的字是固定的 打的字是固定的 嘿 好所以老師您這樣子再處理這個 花樣邊框應該就OK了 那麼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它下面還有兩種對不對 叫四邊邊框跟什麼 多圖邊框 那四邊邊框我們稍微看一下 好 四邊邊框我也有放一些進去 怎麼叫四邊邊框 其實您仔細看 你會發現說 很好玩 因為在這邊 來比如說您看這個 有沒有 點下去是不是套用一個什麼 形狀進去了 啊您發現什麼事情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這個東西您看一下 您看這個 我現在點的是這個 黑色的地方 您再對照這邊黑色的地方 你有發現黑色就是會被遮掉的地方 所以一般其實所謂四邊邊框 在一般專題裡面叫做遮罩效果 或叫遮色片 白色就是會透出來的 嘿白色就會透出來的 這樣你看就會比較清楚 好比如說像您剛剛看玫瑰花 有沒有 看了這個就知道它來自哪裡 來自對岸的 這專題是大陸的 但是它其實早期它是模仿一個韓國軟體 只是後來它比較有發揚光大 那台灣其實也有一個 只是因為它的邊框沒有那麼多 所以用的相對比較少 可是它現在最近也有改進了 因為它的調整性比這個還高 比這個還高 那這是它的優點 好那以後有機會我們再介紹那個 所以你看像這樣 有沒有 你的套件 那其實它裡面 事實上有蠻多的 你說這不是有那個彩色的嗎 你點一下有彩色有沒有用 沒有用啦 所以那個做好看的啊 那你如果想要有必要更近一階的 更近一階的 你可以 得不到 你可以按進階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現在一進去 這個是不是都變白色的 因為你可以選擇不同的顏色 甚至你要把什麼 圓圖變亮或變暗 圓圖變暗 有沒有 沒有一點啊 這樣看起來就好像印在上面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見得說一定 我都一定是白色的 只有一個原則 就是您剛剛看到的那個東西 白色就是會顯示出來的 黑色就是會消失掉的 黑色就會消失掉了 那這樣您就會比較有概念 你看這樣放進去 就跟剛剛不一樣感覺了 好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 思編變框的部分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那我們現在 給各位來看最後一個 這個就是多圖邊框 那您可以看到我剛剛給各位看的 那您可以看到我剛剛給各位看的 在這邊 在這邊 我並不是一次一張圖 你有發現 你有發現 我裡面都有好幾張圖組成的 這一種就是它比較最新這個版本 增加的功能 叫多圖邊框 那麼 我們現在電腦裡面 我有看到有裝 photolympic 12 photolympic 12就增加這個功能 他photolympic 12也有多圖的功能 也是到12之後才增加的 那您可以先看看 這個怎麼處理 您從這邊來 而且這多圖邊框可以怎麼樣 真的把它洗出來 我們這都可以洗出來的 不是很假喔 像這樣有沒有 對啊對啊 洗出來不是更好嗎 對不對 一個人在電腦裡面 前面看 稍微有點無聊 沒有 那等一下我們要接上這個 來接上這個 好 那所以我們就直接進到多圖邊框 我把它點一下 它內建的比較少 內建的 老師您看到的就 可能就這幾個 那我看一下 我這邊 你有發現我放比較多個 對不對 那我找一個 比如說像那個兒童的 我就有用一個啊 我好像有用到 忘記了不是這個 好像有用一個 叫做什麼 這個 好 你看一下如果你是 像這樣 有沒有不一樣 等一下就好了 這不是韓劇的嗎 哈哈 我是沒有看這一齣啦 我不知道 好 那 但是照片現在就同一張 所以您可以選 那您就從右手邊有沒有 加號這邊 點一下 把你要的第二張再拿進來 好 那這個就不能用拖曳了啦 哈哈 這個你就要用這樣去選了齁 所以我就找到我要的 看你要放哪一張齁 好 開啟 好 那下面它沒有馬上更新 沒關係 你先換別張 再點回來齁 因為這個是它的小缺點齁 你再點回來 有沒有更新了 欸 這樣就好 那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它沒有辦法去調整位置 欸 它沒有辦法調 所以它放多大就多大 所以你那個 位置你必須要先調好 好 自己要先準備好 那 這樣應該就 非常簡單 這個我有用了有沒有 你如果 現在兩張而已嘛 是不是少一張 它就會重複使用 不浪費 好 所以如果你還要增加 就看它留 多少張給你 那排序怎麼辦 你看 這一張 第一張是排第一個 如果你要顛倒的話 那 這裡有沒有 排序的對調 直接做桃檢 那一樣齁 先點別的再回來 有沒有換了 對啊 也很好玩吧 所以你不用花很多時間齁 就可以做到效果蠻不錯的 你看像這樣齁 這個就可以放很多張 你就可以繼續增加下來齁 那 大致上是像這樣 那如果說老師 您要拿去充印 有一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來您看一下 選項這裡 這裡要怎麼樣 勾起來 因為當您不勾的時候 它的尺寸 因為這套軟體 原本主要就用在哪裡 用在螢幕上而已 如果您不勾 你看我先按確定 您看一下它尺寸是多少 看左下角 有看到了嗎 這種能不能拿去洗 不行對不對 剛剛老師問我 到底要多大才能夠洗 我跟他說這麼多參考 可以給你做參考 可以給你做參考 當然每一家會有稍微略有不同 只是說可以做一個參考 您看點進來之後 您如果要洗這個 我們大部分現在都是四成六吧 對不對 要這樣乘這樣 這樣乘這樣大概多少 1800x1200 小上壇拿來播一播之後 就知道大概是200多萬 差不多兩百萬 所以你要洗四成六的大概是兩百萬 兩百萬 那三百萬當然也是OK 所以為什麼現在相機的那個像素要越來越多 它不是要為了追求什麼 為了追求在螢幕上 它是為了要追求能夠印出來的尺寸比較大 因為如果你不這樣子 你要像婚紗那一種的 你沒有辦法用 你沒有辦法用 所以這個是 在這裡有差 因為其實我們螢幕上 你看我們現在螢幕是多少 是1024x768 這樣才幾百萬像素 好像也沒有到百萬耶 對啊 所以說其實老師 您素微相機 事實上在螢幕上都夠用 只是說您要不要洗出來的問題 要不要洗出來 因為不然您拍了一般這個相片都OK的 都OK的 那如果 好的 您這個 記得喔 如果我來這邊 我再重做一下 如果我有指定 好 我一樣 我再選一個 您看 參考看看 好 這一個 然後我就找幾張進來 偷懶就這樣拖 可以吧 嗯 就這樣拖 當然您也可以直接從這邊 看到縮圖 這樣會比較好 好 開啟 OK 我換一下別的 再回來 有沒有 那 那這裡我就要來改變喔 我要強制尺寸 因為今天像我們剛剛看的 老師如果您要洗到四乘六 至少要多少 三 兩百萬嘛 那通常我用三百萬會比較保險一點 所以我用三百萬我按確定 那麼它輸出的時候呢 您注意一下待會兒這裡 有發現嗎 有沒有不一樣 這樣拿去洗 就才洗得出來 不然照相館會可以講 先生 麻煩你拿回去 我沒辦法幫你洗 哈哈哈哈 對啊 因為那個太小洗不出來 只會變馬賽克而已 那我把畫面還給老師囉 來